Hello 今天3個晚上會和大家分享另一道馬來菜式 就是Iyan Masak Mera Berimpa 我們很快解一下這幾個字典解 Iyan是解雞 Masak是解烹調 Mera是紅色 所以它煮出來的菜式是紅色 Berimpa是解香料 一些辣味 其實就這樣煮Iyan Masak Mera 都是非常普遍的 亦都很受大眾的歡迎 吃下去會帶一點甜、酸、辣 不論是大人、小朋友都會很喜歡 如果我們就這樣煮Iyan Masak Mera 其實這個部分的配料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要加這個Berimpa 即是加一些辣味 就要加上這個小小的部分 很快就講講這些有什麼香料 我們會用到Cinnamon 會用到肉桂 又有八角 又有丁香 又有豆球 每樣就只有少許就足夠了 另外還有咖哩粉 還有少許咖哩葉 我們就加了這些香料 令到整個菜的味道的層次更加豐富 我們就現在開始了 我們首先要處理辣椒糊 我們把配料切細 我們會用到大的紫陽蔥 其實整個配方會用兩角 但大半個就會留在攪拌機上 另外1.5個就放進攪拌機裡面 同樣都是切細的 但你先把它分開 這個是用來炒的一會兒 另外同樣用到不能夠缺少的乾蔥 這次的乾蔥就不太多 因為它用了紫陽蔥的關係 所以這次的香菇會比較少的 這次的香菇會比較少的 這次的香菇會多一點 會用到七八個小塊 同樣也會有薑 也有藍薑 切細一點 記住 愛用藍薑的 小心一點 它比較硬 這次是那個 是一口蕉 一口蕉 用兩枝可以的 兩至三枝 嘗試我家裡還有兩枝 有些嘗試用完 我記得全部用完 同樣是 切細一點 稍微放入冰箱 記得盡量用白色的部分 放入冰箱後 當然缺少的是 已經浸泡了的乾辣椒 我這次不和大家示範如何處理乾辣椒 如果大家不清楚 就可以看之前的巴東牛肉的影片 就知道我如何處理 不過可以很簡單再說一次 我會將它剪碎的一條剪小段 然後搖一搖 放入膠袋或器皿搖一搖 令紙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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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然後再用水泡沖 我會換水幾次 如果不吃得那麼辣 就可以換到水的顏色越來越淡 近乎是淺黃色的 因為如果吃得辣 浸的時間就不需要太長 這就是軟身的領域 裡面總會有一點紙 就去不曬 但我都覺得可以 我們把這個放入膠袋 一起和它混合 現在當然要加水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加水的用量 就是 你打得起的材料 就可以了 不用加太多 打得起它就可以了 我們盡量令辣椒滑 跟上一次做巴東牛的 有些分別 上一次可以很粗糙 很粗糙 不需要打太久 但這次我們會打久一點 讓它更細緻 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辣椒放在一邊 好 我們切好其餘兩樣材料 我們就要把這個番茄切細 我這次就用中的番茄 如果你是中尺寸的番茄 如果你是用大的話 可以用兩個 我就用三個 如果你是小的話 可以用四至五個 其實Aiyamasamera 它很多時候都會用到茄汁 但我們這次就是完全不用茄汁 我們盡量用 茄汁的味道 我們就是用番茄來做的 令到味道更加健康 好了 跟著就順便切好這個 這個就是普通的白洋蔥 這個會是臨尾才來的 不過我看到現在切開了 就切開了 不如切開它 放在一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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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就處理 我們的主角 到處理雞件的部分了 我們買一隻雞回來之後 洗乾淨 接著把它切成 我把它切成12件 我想12至16都可以的 這12件雞大概重1.2kg 這個配方就是 其實可以是1至1.5的雞 即是視乎雞的大小 這個純粹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接著洗乾淨 然後切好 之後就用絲綁紙 或者乾淨的布 就是盡量吸乾的 表面的水分 接著就加少許的調味料 我們就會加兩樣的 那通常馬拉人 即是煮菜 即是叫做醃製 不論是魚或是雞也好 就會加這兩樣的調味料 就是鹽 加少許鹽 少許都可以了 接著 通常都一定會有黃金粉 好 接著就把它拌勻 接著就把所有東西拌勻 我喜歡用手做的 因為就是可以 盡量在每一件的雞件 都拌勻黃薑粉 還有鹽 比較均勻 但記著 不要太多 鹽 每一小小就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太多 如果你不想 手指變黃色 可以像我這樣 你可以用手套去做 其實那個黃色也是一陣子 可以搓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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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每一個部分呢 都有那個的 胡椒粉粉 即是那個什麼 那個的 黃金粉 這樣 這樣 醃一醃 它 五至十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記住吸乾水 然後才放些季節 進去 好 完成 好 就把它放在一邊 雞件醃了一陣子 我們就可以拿去炸 炸一炸 好 我想我們分量試炸 不需要把它炸到全熟 炸到大概八九成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盛起來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就煮了些配料了 這是剛才炸雞的油 來的 那我就撈起它 就不需要用到那麼多 我想 一半左右 把油煮好 然後我們就會 加四樣材料 加四樣材料 加半個魚人蔥 加四個香料 接著就是咖喱鹽 炒炒 炒一下 拌一拌香 加入生姜 煮多久呢? 煮至蕃茄軟軟 便可以了 蕃茄不用煮蓉 煮至軟軟 便可以了 加入辣椒糊 加入剛才預備的辣椒糊 然後 咖喱粉 我會加入少許水 這樣便會好些 也可以直接加入粉 但我喜歡 加入少許水 這樣便會好些 變成這樣 再加入 現在便攪拌回 現在便攪拌回 下火才暫時 讓它略為滾起 然後才調中小火 去煮 我們也是 煮至乾身 現在開始有聲 開始煮 現在便開始煮 便可以 調小一點 火 煮至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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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身 接著去下一步 但中間的過程 我自己也會中途翻一翻 要看一看 醬汁已經乾身了 不過還沒得過 我們要加點水 加一點水 再煮 再煮至乾身 我們重複這個步驟 大概三至四次 可以加減 如果想快一點 兩三次也可以 如果想味道更好吃 做足一點 做足夠四次 我們再煮至乾身 煮至乾身的步驟 我們做了三次 我覺得現在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加入 椰糖 一湯匙的蠔油 還有之前炸好的雞卷 現在可以放進去 將它拌勻 然後繼續煮 因為這些雞件 剛剛是未煮得100%熟透的 現在就可以了 蓋上盖,煮一下 煮至干身少少 然后加少许盐 加入盐后,然后加入我预先浸好的芦草水 我用了芦草片用大约半碗的水浸泡 讓水帶一點酸味 現在就可以放進去 如果不用乾的片 用膏也可以 之後加入椰漿 大概半杯 如果不用椰漿 可以選擇用鮮奶 或淡奶 如果就這樣 I am a Samara 就不會加椰漿 即是會避免這個步驟 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其實都要煮好了 即是要煮完 讓它煮滾 剛才加入椰漿 最後加入之前預備好的洋蔥 再略為煮一煮 煮一煮就可以了 煮至軟 洋蔥已經是軟 這道菜終於大工造成了 這道菜終於煮好了 雖然我不是煮了很多次 但都累積了幾次的經驗 所以也有一點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至於份量方面 也可以做一個加減 如果你想煮多一點 就把整個份量去配搭 所有材料配搭 如果煮少一點 就把所有材料的份量 隨意熱或者隨意三 就可以了 甚至乎你也可以 就是醬汁煮多一點 然後就把它分成小飯 到時你用的時候 就在冰箱裡拿出來 然後再煮不同的肉類也可以 你可以配合其他肉類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我自己都會用 特別是煮馬拉菜的時候 因為我們煮馬拉菜 我們都要花多少時間 在醬汁上面 所以我自己會一次過煮多一點 未用的就放冰箱 到時用的時候我才拿出來用 但是馬拉人一定不會這樣做的 另外我會建議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的話 我就會覺得 最好就是跟足份量 至少你可以嘗到 它真正的味道是怎樣的 甜、辣、酸的比例是怎樣的 我覺得跟足它就會好些 好 譬如你做過第一次 然後你做下一次的時候 就自己再加 即是再加減 然後就是 辣度可以去調校一下 在哪個位置可以調校呢 第一就是我們的辣椒乾的份量 可以再加減 但是不要減太厲害 因為上次做巴東牛的時候 都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減太少的話 你直接影響到 出來的那個 那個 送菜的那個顏色 那就不要看了 你減太少的話 如果你想加多的 那就沒問題了 另外就是 除了加減的份量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處理乾辣椒的時候 做一點點功夫 就是我們可以把浸泡的時間 如果你想吃辣的話 你就把浸泡的時間 縮短它 還有就是 不需要浸泡那麼久 OK 另外你說不是 我想它真的 小辣的 很重要的 小辣的 我們就要把那個浸泡的時間 就是要加長 和我們換水的次數 就換多去一兩次 你可以去換到最後那次 那次水 那個顏色是非常之淺色的 那麼 出來的那個送菜 那個味道 那個辣味 就不會很辣 因為特別我們也是 盡量去除了那些紫 所以就不會太辣 那就應該可以了 另外就是 我們攪拌的配料的時候 就記住 不要加太多水 水的份量 足夠打起的配料 正足夠 因為如果你太多水的時候 我們相對地 你煮的那個 辣椒糊的時間 也是要加長的 另外就是 雞件的 那個數量大小 我都會建議 譬如一隻來說 大概是12至16件 就不要把它切得太小 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好看 如果你太小顆的話 另外呢 我們是 我們有幾次 因為我們煮這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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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糊 我們要把它煮至乾身 記得煮的時候 蓋上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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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方便 但是 記住 都要不時 打開它 翻動一下 麵糊 因為如果不然 怕它會焦 另外 我們會重複幾次 這個動作 煮了第一次之後 我們之後 會加少許水 再煮乾它 這個步驟 大概重複2至4次 我會知道 如果你是 懶的話 你的次數不要太多 當然 你煮出來的 味道 始終都會差少許 我覺得 不要懶 做多一點工夫 至少都和它重複一次 OK 加水 煮乾它 這個 重複加水 煮乾這個步驟 我自己就沒有蓋蓋 因為時間不是很長 因為我加水不是太多 加少許就可以了 OK 好了 嗯 如果沒有椰糖的話 唯有用其他糖 甚至白糖 黃糖 但始終 出來的效果會差一點 如果有椰糖的話 我都會建議 盡量用椰糖去做 它出來的顏色和味道 都會比較好 至於阿森片 就是浪漫子片 如果你不用片 你用膏也可以 記住這個菜 不是太酸 它是少許的酸味 所以下的份量 就不要太多了 嗯 至於那個椰漿 就是 除了椰漿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 用淡奶 又或者是用鮮奶 都可以 三種都可以的 任你自己選擇 那如果你說 就這樣煮這個 I am a satmera 它是沒有了這個步驟 還有當然 也都過了之前的香料的部分 例如 那些 咖哩葉 咖哩粉 還有 就是 那四種 那四種 那四種的香料 即是那四種的香料 你切掉這些之後 它就是 就這樣的 I am a satmera 其實 I am a satmera 在坊間有很多簡單的方法 簡單的很重要 它們只是會用 茄汁 甚至是一些現成的 茄子 它就會刪除了 甚至是會刪除 番茄 即是原材料番茄 都會的 那麼 檸檬草 那些當然不會有的 藍薑都沒有 那個茄子 非常之簡單 但當然 它煮出來都會好吃 但是味道就會簡單一點 會簡單一點 現在我們加了這麼多的配料 還有我們都是用一些原材料去做 即是我們用多一點番茄 特意把番茄煮熔去替茄汁 即是我們這樣做法 是複雜一點 是麻煩一點 但出來的效果 當然會好吃一點 味道會豐富 吃起來會豐富 之餘 就是複雜一點 亦都可以增加了整個層次 那我都會覺得是值得一試的 這個菜 因為真的都蠻好吃的 好了 我們要 還有一點 就是我們除了用雞去煮之外 I am a Samara 也可以配合這個牛 或者魚都可以 雞和魚都應該要是做法差不多 就是都要將它炸一下 先將肉類和醬汁混合一齊 那牛就應該沒有這個必要了 好了 那就是 到我們試一試 究竟這個 今次這個 I am a Samara Berimpa 好不好吃了 OK 先把它拿起 嘗嘗 嘗嘗 嗯 很好吃 通常這些菜 最好呢 就是用來送 通常用來送飯 送麵包也可以 但用來送飯就會好一點 OK 好了 那 真的很好吃 嗯 它不是太辣 嗯 因為有時候太辣 我覺得 不會那麼好吃 因為單一個辣味 剛剛幾個 幾個味道 加在一起 那 之後 混合了之後 我就覺得很好吃 OK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 有興趣的 就不妨試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